在星光熠熠的娱乐圈中 胡歌 这位公认的国民男神 其婚姻大事自然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弦 然而 当他宣布婚讯的那一刻 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新娘并非众人想象中的仙女或豪门千金 而是一位来自福建小城的平凡女子 黄西宁 这一消息如同食子投入平静的湖面 瞬间激起层层涟漪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在公众的好奇与猜测中 黄西宁逐渐展现出他独特的魅力 他并非依靠外貌或家世赢得胡歌的青睐 而是凭借着一颗温柔细腻的心 一份对生活的热爱 以及不懈的努力与自我提升 据小道消息透露纯属虚构 切勿对号入座 黄西宁不仅是胡歌的闲内助 更是他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两人在精神层面的高度契合 成为了他们爱情最坚实的基石 胡歌的这一选择 无疑是对门当户对 外貌至上等传统婚恋观念的一次有力挑战 在言直当道的时代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爱情的真谛 无关乎身份地位 无关乎外在条件 只关乎两颗心灵的相互吸引与契合 这种超越世俗偏见的爱情观 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近日胡歌参加某节目 被问及如何处理家庭关系 以及与太太的相处模式 他表示现在家庭关系很好 没有问题需要处理 说到这里胡歌喜笑颜开 满脸都是藏不住的幸福 胡歌表示 他的女儿现在还不到16个月 孩子出生以后 繁花还没有拍完 前半年基本上都是老婆在照顾 他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 非常不容易 作为公众人物 胡歌的选择不仅关乎个人幸福 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价值观导向 他敢于在聚光灯下公开自己的爱情选择 展现了对真爱的执着追求与无畏勇气 这种坦诚与担当 不仅赢得了粉丝的尊重与祝福 更在社会上树立了一股清新脱俗的爱情新风赏 在胡歌看来能让一个家庭健康持续的维系 形成一个和谐的关系 这是需要智慧的言外之意夸赞黄西宁聪明 持加油道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胡歌官宣结婚后 首次公开谈及与老婆的相处之道 他罕见秀恩爱 立即登上了热搜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看到胡歌如此幸福 满脸的笑容 不少网友为他开心 也终于明白了他为何选择跟黄西宁在一起 当初 胡歌官宣结婚 老婆黄西宁被网友扒了个底朝天 大家最关注的便是他的样貌 原以为能拿下胡歌 估计美貌动人 而从网络上的照片来看 黄西宁颜值平平 在人群中属于不亮眼的存在 加上黄西宁之前做过化妆师 以及胡歌的执行经纪人 于是一些网友不禁猜测 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质疑黄西宁动机不纯 但有目的接近胡歌 担心胡歌受伤 事实证明 那些网友真是多虑了 从胡歌现在的状态来看 精神抖擞一脸笑容 满脸幸福的模样 说明他和黄西宁很合适 尽管黄西宁社会地位不如胡歌 但是他顾家 让胡歌在家庭方面不用操心 可以专心去发展事业 曾有狗仔拍到黄西宁素颜 陪闺蜜看牙 他穿着朴素 非常接地气 并没有因为嫁给胡歌后 就彻底改变自我 比起外在条件 黄西宁更加注重精神世界 坚守初心 不忘本 懂得勤俭持家 而且 胡歌官宣后 黄西宁的一言一行 备受关注 他没有借此出来发声 不通过胡歌蹭流量 而是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这也能看出他踏实质 适合过日子 是个闲内注 众所周知 胡歌有两位公开的前女友 分别是江书颖和薛佳宁 胡歌与江书颖合作了旋风11人 在不少网友看来 二人颜值登队 十分般配 但是后来两人分手 对于胡歌与江书颖的分手原因 网络上说法很多 其中就有消息称 胡歌江书颖都是事业型的人 两人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女方处于事业上升期 不太可能为了男方当全职太太 这与把心思放在家庭上的黄西宁 截然不同 再看薛佳宁 她与胡歌分手非常遗憾 当初胡歌出车祸 薛佳宁去照顾她 按理说来 两人非常般配 女方细心又体贴 是和胡歌这样的事业型男生 不过 胡歌与薛佳宁还是遗憾分手 分手后 二人都没说过前任的不是 十分的体面分开 后来 胡歌在节目上提到薛佳宁 感叹她真的很好 缘分很奇妙 有些人错过了 就永远错过了 与薛佳宁分开后 胡歌内心或许也有遗憾 但那都是过去事 人总得往前看 她的老婆黄西宁 其实在某些方面上 与薛佳宁相似 她们都很体贴会照顾人 胡歌在娱乐圈待了这么多年 见到了各种各样的美女 比起华丽的外表 或许一个女生的性格内在 更吸引她 黄西宁就是如此 她一方面专心在家带娃 让胡歌没有后顾之忧 拥有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 另一方面低调朴素 为人大度 之前胡歌参加路演 有粉丝现场提问 什么时候娶她 胡歌有些尴尬 黄西宁却在台下笑得开心 看得出她是开得起玩笑的人 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计较吃醋 都说优秀的人相互吸引 胡歌的优秀不用多说 想必她的老婆黄西宁 肯定也是同样的优秀 相信胡歌的眼光 祝福她们一家能永远幸福 胡歌在演艺界以及公众心目中 是一位备受尊重和喜爱的演员 他以专业细腻的演技而闻名 并且给人留下了谦逊 低调和有深度的印象 2006年 胡歌拍戏返程途中 与助理张勉和司机小凯 一同长夜奔驰回上海 然而他们所遭遇的车祸令人非常意外 在接受了长达6个小时的紧急抢救后 胡歌的右眼和颈部被缝合了100多针 然而他无暇顾及自身疼痛 第一时间询问同伴的安危 当他得知助手张勉因车祸不幸去世时 他难以接受痛苦所笼罩 为了纪念张勉 胡歌创作了幸福的拾荒者一书 并将收益以助手的名义捐赠给30多所希望小学 正如他所言 我一直认为我留下来的理由 一定是有使命要完成 或许是某种特殊的召唤 因此 胡歌不仅开始苦练演技 也将爱心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2010年 胡歌罕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某综艺节目组要求嘉宾们 从留言中选出一位普通粉丝 然后前往其所在地进行探访 当其他人犹豫不决 难以决定大城市时 胡歌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位乡村教师 虽然地点偏僻 他仍历经两天才抵达目的地 随即 他发现孩子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的困境 于是他立刻放弃了一日三餐 选择适应当地生活 在家访时 他邂逅了留守儿童福贵兰 了解到他因家庭贫困无法完成学业时 胡歌立即作出承诺 读书的费用 我来帮你支付 你读到初中 叔叔资助你上初中 你读到高中 我出资助你上高中 如果你能考上大学 叔叔将一直支持你 就在节目即将结束时 胡歌为孩子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饭菜 还特别对这位老师表达了感激之情 胡歌不仅在生活中善良慈爱 对待演戏也一丝不苟认真 例如 在拍摄《狼牙榜》时 因拍摄地点偏远 胡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附近的农家乐作为住宿场所 在拍摄《南方的聚会》时 他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水中足足四小时 即便全身颤抖 却坚决不使用替身 甚至连刘亦军都对他刮目相看 胡歌通过精湛的演技征服观众 以其魅力吸引着来自各个年龄层的男女 他毫无疑问是娱乐圈中传播正能量的演员之一 最近《白玉兰奖》的评奖《慎萧尘》上 在一众激烈的角逐和争论中 胡歌摘得势地桂冠 成为本次《白玉兰奖》的大赢家 也算是平息了不断争吵的粉丝们的悠悠之口 小编不由的感慨 演艺圈娱乐圈的获奖 从来都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 为什么胡歌封地就是众望所归呢 41岁的他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受人认可的师弟的呢 胡歌1982年9月20日出生于上海市徐汇区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2005年在仙侠剧《仙剑奇侠传》中 饰演豪爽深情的李逍遥一夜成名 成为家喻户晓的古装小鲜肉 他演唱的插曲《六月的雨》和《逍遥叹》 也成为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曲 2006年 主演电视剧《天外飞仙》 饰演地瓜 收视率也非常的高 同年在第二届电视剧《风云盛典》上 获得内地最受欢迎男演员奖 和内地最具前志新人奖两个奖项 可谓是前途一片光明 红得发紫 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充满着活泼灵动 青春气息 妥妥的小鲜肉一枚 就在他演艺事业一片大好的时候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2006年8月29日 胡歌从恒电片场赶往上海途中 在护航高速嘉兴路段遭遇车祸 同行的女助理张缅晶抢救无效死亡 胡歌经过六个半小时的抢救 身体重创 全身麻醉 脖子及右眼缝合一百多针 接受右眼角直皮手术 经过近一年的休养 于2007年6月22日 才重新宣布付出工作 俗话说 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胡歌这算是鬼门关走一遭 可谓是大起大落 经历这一场生死 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更深的思考 在此期间 他出版了图书 幸福的拾荒者 记录了治疗期间的心路历程和感悟 收录了朋友们对胡歌的祝福 同时缅怀助手兼好友张缅 收益全部用于慈善事业 捐献给苗普助学计划 2009年 主演仙侠剧《仙剑奇侠传3》 饰演景天 并演唱片尾曲《忘记时间》 再次唤醒观众的《仙剑记忆》 2010年 主演穿越剧《神话》 饰演一小川 又塑造出一大众熟知的经典角色 2011年 凭借电影《辛亥革命》 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 逐渐显示他刻画不同角色的可能性 2012年 主演玄幻剧《轩辕见之天之痕》 在仙霞这个领域里 胡歌一出可谓是无语争锋 那是一期绝尘 也算是他的舒适区了 可是人也不能只在自己的舒适区转悠 早晚会审美疲劳被市场淘汰的 2015年 主演谍战剧《伪装者》 突破古偶角色 饰演名家二少爷明台 表面任性 实则天资聪颖 胸怀信仰 隐忍前伏的伪装者 扣人心弦的剧情 加上他敢于突破的演绎 给观众带来别样的精彩 非常成功 同年 凭借古装剧《狼牙榜》中算无一策 精彩绝艳的谋士梅长苏一角 获得第22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奖 第28届中国电视精英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 第11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最具人气男演员奖等奖项 两部剧的成名成功转型 从曾经的古装剧《小鲜肉》到实力派励志典范 他经历升官死结 遇猎火而不死 因梦想而重生 比起年轻时的爆火 小编觉得这里才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经历岁月沉淀后的再次大火 让他更具人格魅力 实力派演员的标签深深印在了他的身上 2017年 主演都市剧《猎场》 2019年 主演的剧情片《南方车站的聚会》 入围嘎那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2022年 主演现代剧《县尾大院》逐渐老干部风格 演的剧也更有深度 有更高的利益和内涵 2023年 凭借电影《不需此行》 获得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男演员奖 2024年 凭借都市剧《繁花》二度 获得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最佳男主角奖 这接下来的发展小编觉得他虽然没有更大的突破 但是他不断尝试和探索的精神 值得让人学习 因为有前期的积淀和后继勃发 这次面对新生代演员的角逐中 他凭借稳当的演技和业内口碑再度荣获市地 也算是实至名归吧 不过这个奖项小编觉得对他目前的加持并不是很大 作为观众的小编来说 《繁花丽》胡歌的表现和这个剧本并不是非常的惊艳绝伦 获得白玉兰奖这样一流的奖项 应该值得更好的作品 2006年车祸期间 他经历人生思考 发表了诸多文章 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 他还拥有丰富多彩的个人爱好 特别是摄影 说明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 感受细节的人 善于发现生活之美 拥有有趣的灵魂 从05年到现在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 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榜样 纵观胡歌的发展 可谓是情商 智商 逆商三商都高的优质偶像 他的成功是必然的 令人敬佩的 更让小编敬佩的是他的勤奋 努力 他的多期发展 公益 工作 个人爱好 什么都没落下 可见他的时间管理和统筹平衡能力非常优秀 不过从胡歌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 人生熬过去就是惊喜 熬不过去就此落幕 虽然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可复制的 但优秀的人展现给我们的精神和意志 这些美好的品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